要過年大家都會去放泡 不過這9年來進步是收到的規定說 按今年開始喔 不然11歲的小孩過年放泡 如果沒有家長還是大人批 就要花$3,000到$15,000 今年在全大國的小鳳梁也會來加強家庭 整年到了很多人都想要放泡 老練一下 想放什麼 中天泡還是什麼的 仙女泡 仙女泡 比我12歲的小孩想要放泡跟演會 今年要的家長還是其他大人批動 若是沒有會花$3,000到$15,000發款 這合理啊 因為如果未滿12歲以下 你放著它到處去亂玩的話 它有可能會受傷的 比較安全啊 大人比較會注重安全這樣子 今年幾天台北市競技在平衣 跟海浩周邊的文革區 放泡跟演會 不過其他地區在西岸會不會開放 在新北市是開放七個湖邊的地段 包括新店街秀朗橋 花工幾乎的地方 在東四鳳島 在東四鳳島 祖花百里文化工程 時間是每天晚上6點到10點 過年期間嘛 總是先勸導它 希望它集中在這幾個地點 至於方便吧 你今年收到四十二萬十二歲的地段 放泡或是演會 一定要大人拜登 全台國小鳳島 也要援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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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示你下年開心放泡的東西 也要注意安全喔 記者 綜合報道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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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